一个新十字路口,摆到米云科技面前,一方面,云米科技发展之初,享受到小米生态链企业带来的光环,获得不错的启动资金和盈利业务净水器。 另一方面,云米科技要想在万级规模家电大产业有所作为,必须摆脱对小米依赖,走出一条自我造血的新路,恐于撰稿小米生态链企业,参与鸿海家电市场竞争的云米科技,日前发布了赴美IPO募集经营资金的消息。 媒体公开报道披露,米云科技计划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,最高募集1.5亿美元,股票代码VVIOT。 这一消息,再次将最近几年来,一直想在中国家电主流市场崛起,并且自认为找到全乌互联网家电,心突破口的云米科技,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,云米科技过去几年的日子并不难过,仅仅通过给小米贴牌生产净水器这一项代工业务,就从一开始没有陷入烧钱透支裸奔的通道中。 正因如此,云米科技在竞争已经从鸿海陷入血海征战中的家电产业,似乎日子还不错。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据显示,公司在2016年、2017年的营收分别3.12亿、8.73亿、1.3亿亿美元,进入2018年后,公司上半年的营收则为10.4亿元,约1.57亿美元,去年同期仅为2.7亿元,同比增长3.8倍。 这正是云米科技,为了赴美IPO采取的激进是扩张策略。 不过,另一组数据却进一步揭露云米科技自我驱动能力的薄弱。 在2016年、2017年以及2018上半年,云米科技向小米公司出售产品的营收分别为2.998亿元、7.395亿元和6.515亿。 在同期总营收占比分别为95.9%、84.7%和62.6%。 虽然,小米对于云米科技制造业务的输血功能虽然在有一时的减少和降低,但仍然偏高。 一旦云米科技失去来自小米公司稳赚不赔的订单量,那么其从去年开始探索并失措的全屋互联网家电业务,将会失像一条不归路。 一方面,互联网家电,在中国家电市场,探索了5年多来,几乎没有形成规模化引爆的市场。 另一方面,云米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,迟迟没能在主流市场引爆。 作为小米生态链企业,在两者基因相似背景下,其品牌的定位和产品定价,却远高于小米,借到美国IPO融资。 对于云米科技来说,绝对不亚于新一轮的创业,其核心的关键起就在于,云米终于走出对小米生态树的依赖,走出自我发展的第一步。 但是,面对当前整个家电零售市场的一路走低,以及智能化,互联网对于家电消费市场的刺激几乎失效。 主打全屋互联网家电的云米,到底如何谋求规模化扩张,在中国家电市场持续走低,一路低迷的背景下,云米科技不得不加速的发展扩张脚步。 因为不进则退,如果不继续做大规模,就只能面临被吞并,蚕食的生存尴尬,即便是背靠小米这颗生态链,也难以避免被内部化的尴尬。 因此,选择奔赴美国IPO对于云米科技来说,即是迈出摆脱对小米依赖的第一步,也是谋求自我完全独立发展的新起点。 目前云米创始人陈小平持股为41.3%,为公司最大股东,顺位资本持股为20.5%,小米旗下基金持股为19.5%,雷军系一共持有云米40%股权,为第二大股东,红山资本旗下基金持股为6.3%,从官方发布消息来看,公司仅在2015年完成A轮融资,投资方有小米。 红山资本,顺位资本和GIC新加坡主权资本,具体金额并未公布,至今,米云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烧钱的扩张,保持着每年的盈利。 另一方面,云米也缺乏来自市场资本,对其未来商业前景的看好,一直在小米的羽翼保护之下按部就般发展。 在这种局面的背后,正是云米所要争夺的家电市场,从品牌格局上看,早已是寡头主导。 从竞争重心来看,白电、锄电、小家电的话语权近20年来,一直未能改变,互联网至今还没有成为家电企业新一轮发展和转型的关键点。 更重要的是,如今在中国家电市场上,云米作为一家初创企业,在品牌缺乏影响力,产品缺乏耗力,以及上游的供应链体系,下游的分销渠道网络,都需要从0到1的突破建设过程中,不只是简单的烧钱,就能解决和提升的。 即便是小米的空调业务,如今在中国市场发展一年多也没有启示启风,这也就说明,所谓的小米神话,在家电行业,并没有光环和拉力。 赴美IPO对于云米科技来说,既是无奈之举,也是必经之路,这能否成为云米科技新一轮发展的起点, 又能否让云米在小米众多生态练企业的激烈拼杀中,找到自己的新活法,家电圈也将继续关注,家电圈,覆盖产业面广阔,内容专业,观点鲜明的价值分享平台,文章未经授权严禁专载,为者必究。 。